每天叫醒你的不是夢想 而是炎熱高溫 連鎖咖啡業者看準延下商機 分推冷飲優惠 連鎖咖啡店過去夏季主打咖啡冰沙 這次改推漂浮系列 飲品打八九折優惠 另一間業者除了週一買一送一活動 也針對莓果系列飲品 打出第二杯半價 咖啡龍頭也跟上熱潮 連推四天買一送一優惠 以時段和品項做分野 期望衝出買氣 其實像這種大熱天 如果要我喝一杯熱飲 或者一般咖啡熱的 其實沒有什麼食欲 如果加了一槌冰淇淋 我會比較想要去嘗試 我們是希望是說 再帶動大概兩成的來客數 那因為是冰淇淋的商品 所以其實會吸引到一些 女性的消費者 消暑商機推的正式時候 因為週二起隨著封面遠離 全台各地再度轉為高溫晴朗 尤其週三至週六 西半部高溫更有機會衝到35度 除了防晒要做足 補充水分 適時降溫也很重要 台灣人一年喝掉28.5億杯咖啡 各家業者競爭激烈 無不在冷影上下足功夫 讓居高不下的高溫化作實質消費力 簡直到有李沛宣泰報導